马来英语当中有这么一句 意思是说榴莲一出 即使穿在身上的沙龙已经掉了 都没有关系 可想而知 过去的人们对于万果猪王榴莲 是非常疯狂的 来到现代最火最热的猫山王 不只是让我们马来西亚人 更是让很多外国朋友为之疯狂 尤其是中国的朋友 更是趋之热物抢着要吃 但是要到哪里找到最权正 最正宗的猫山王呢 答案是彭衡州的劳务了 那接下来三天 八点最热报给大家准备一系列 有关于劳务猫山王的报道 想要知道价格居高不下的猫山王 是不是真的得来不易 才会那么贵呢 跟着记者欧阳正豪和王健的脚步 走一趟劳务就能够揭开神秘面纱了 坐在四轮驱动车上 从乡间博优路 再到一片片游棕园 想要看到猫山王榴莲果树的 庐山正面目 还得要越过一段又一段 颠簸的沙石以及幻灭路 老物双西极流新村这里的榴莲园 很多都是藏在这种 山远匀深的地方 虽然年尾季后 让天宫不作美一直在飘雨 但是园主说起 自家榴莲园的宝贝们 可是如数家珍 对每一棵榴莲树的情况和背景 都了如指掌 这棵其实它就是 它本来是一个土种的榴莲 后来就 这部分就 我就把它架结成猫山王 已经开始结果了 它其实还蛮丧下的 它有大概五年的树林 就这个样子 大哥说 架结在其他榴莲树上 栽培出来的猫山王果树 能长得更好 更加茂盛 所以果园内 一般上的猫山王果树 都是经过脖枝架结 同一棵树 长出两种不同品种的榴莲 这也已经是 见怪不怪了 这个呢 它的树 其实这棵树的年龄 是超过20年的 然后我们会看到 这一边它是第24 这个部分 我就把它架结成猫山王 所以其实暂时会看到 它同一棵树 会有两个品种 猫山王和第24 这两个品种比较之像 同样年龄的果树 猫山王果树 会比第24结的果少 照顾方面大同小异 不过让原主们 最放心补下的 还是天气 不管是太过干旱 或者是太多雨水 榴莲树都会受不了 太多的雨水 树不肯开花 就算花开了 它也不会成功地作果 所以天气是我们 最担心的一个因素 榴莲从开花结果 到熟透自动掉落 一般上需要大约五个月 而随着猫山王身价高涨 原主也是用进了各种法宝 来确保这些 长在树上的黄金 一棵都不能少 来我们看这个树 它是很高的 树上的榴莲 在一定的高度 如果它直接掉下来 它就甩坏了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有太高的树 我们就会拉这个网 这个绳子我们会把树上的榴莲 每一棵都绑起来 也是为了避免这个榴莲 掉在地上的时候摔坏 如果它拉得很紧 很直的时候 就是代表有榴莲 掉在树上半空中掉着了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绳子解开 就把榴莲就慢慢就放下来 但是有传言说 现在榴莲都是靠吃农药 来加快生长期 来应付高需求量 真的是这样吗 园主说 榴莲树其实对于过量的农药和肥料 都很敏感 要适可而止 而且现在有很多园主 物联能够让自家的榴莲 可以出口到国外 纷纷响应政府的mygap 也就是良好农业作业的认证 因此农药过量的问题 不需要太担心 大哥说 农业部会在每一定的时间 它会来拿你的榴莲样本 去做化验 它化验到你的榴莲合格 没有过量的农药 或者过量的花肥 它才能够继续给你拥有 这个mygap这个针 对于大多数劳务的榴莲园主来说 他们更希望猫山王可以发扬光大 在世界各地看到 劳务猫山王的阻迹 或许行业当中难免有害群之马 但是走过十几年 榴莲价格低迷的艰辛 园主们更明白 只有付出真心和良心 才能够赢得消费者的信心 看到那一条条紧紧绑住榴莲的尼龙绳 或者是果树底下那一些网 应该是让不少朋友 跟我们的记者一样 在现场的时候是大开眼界的 在拜访过藏在劳务深山里面的榴莲金矿之后 明天我们的系列报道 将会聚焦在猫山王的果实 还有果肉的特点上 一起来探讨 为什么彭亨劳务的猫山王 就是最聪明 就是最好吃呢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明天的系列报道了